川普总统昨天晚上首次向国会参众两院的联系会议发表讲话 那么今天演播是呢 我们邀请到两位赞美华人 一起来谈一谈他们对于川普昨晚国会讲话的看法 两位嘉宾 一位是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丽先生 杨建丽先生欢迎你 你好 平章 你好 一位是爱澳华州的华人协会主席燕小哲先生 燕先生欢迎你 你好 想必两位昨天晚上都一定这个现场观看了川普总统的这场演讲 那么有什么整体观感 杨先生先来 好 这个川普啊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 他有一个能力 就是集中所有人的注意力 所以大家的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身上 因此他集攒了很大的能量 昨天他的演讲呢 我觉得有几个特点 第一 他没有改变他以前的政策的这个根本原则 他从这个竞选的时候 到他这个当选 后任的时候 以及到他上任以后 他基本上的这个政策原则都没有改变 国内的国外都没有改变 昨天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在前几天在接受Fox News采访的时候他说我做得很好但是我的这个和别人交流很差 得了个给自己得了个C或者C plus 他昨天的那个在交流用词方面的确有所改善 比如说他做了很多愿景方面的这个描述 而且这种描述呢是两党都能接受的 所以呢在这个演讲以后他的民调呢提高 大家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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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的这个战成率啊非常高 所以我觉得根本上没有改变 就是在这个和这个其他的国会领袖 特别是民主党的这个领袖 还有民众的交流方面他有所改进 那麦小哲先生您的观察 我的观察就是说他真有点这个浪子回头进不换的感觉 就是说呢有一点这种金盆棋手 就是说呢早先很多人都以为他是二百五也好 或者说他在很多说话上大嘴也好 昨天确实有一个特别崭新的一个转变 尤其我在一头金秒钟就很惊喜 他竟然谈到这个昨天是黑人月的最后一天 他也提到了犹太人还有堪塞斯的这几个民权方面的案例 就显然他是做了一些很好的准备 我相信他的团队呢这次呢给他做的工作很好 他也接受了他的团队的一些建议 所以我觉得他是学习的能力还是挺强的 确实就像阴先生刚才说的 他一开头就提到这个非洲裔美国人历史月的结束 然后谈到我们要团结起来反对一切仇恨 那么我们看到很多即使是长期以来对川普总统 有很多批评的这些评论员 也都说从那一刻开始他成为了美国总统 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也想问阴先生 因为我记得川普总统在他的这个就职典礼 当天我们两个做了一个采访啊 那么当时我问您就是说在整个大选期间 可能在华人的社区当中出现了很多的分裂 那么川普总统他的胜选 包括他的整场的这个就职典礼的演说 有没有让你看到这个华人社区 弥合分裂的这样的一个希望 当时你说你还看不到什么迹象 但是昨天晚上的这一场国会演讲发表了之后 你觉得川普总统是不是在努力的成为这个所有人的总统 是否你会看到华人社区的这种分裂开始进行弥合了 昨天一场演讲只是他一个比较好的改变的开始 他能不能坚持住 我记得昨天有一个评论说 他要是未来四年能成这个样子 我就很喜欢这是共和党的一个参议员说的 另外一个参议员说他能坚持四个小时就很好了 所以说大家对他的信心还显然不足 就浪子回头进步换是有一个持续时间的这种能力 那么他的话你昨天确实很有激情 同时他昨天点了很多人带了很多人 这很多人中将近一半是这种有色人种 所以这方面他就选择显然是经过静心策划的 那这种经验说话他能坚持多长时间 以及他这个团队和他的配合多少 很多人问我说川普到底能走多远 我说走多远取决于他跟四个层面的这种磨合 第一个层面就是他自己团队 就白宫团队以前就传这一身体 现在就白宫团队 第二就是他共和党内部的这种调和和磨合 第三个就是他国会就包括民主党 那昨天看到民主党显然就是说 还是给他一时掌声 显然这个掌声不及共和党 但是昨天最有意思的就是说 民主党的几乎所有的女议员都是穿白色 结果实际上始终闹不清楚他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白色是这个女权的一个象征 所以说第四个他就跟媒体的磨合 他说这四个磨合他能走多远 他能花多大力气 他自己的智慧 勇气和信心 是需要很多人包括他的团队 以及民众对他的支持和理解 和更多的这种对他的一些帮助 那么杨先生你觉得川普总统 昨天晚上那场演讲对于这个去弥合一个分裂的美国有好处吗 当然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你要仔细观察他演讲过程中 两党的反应的话 你会还会意识到 不会忘记这是一个分裂的国家 他演讲的时候一开始就是这个 共和党这边给他很多的这个起立的致敬 鼓掌 在每次共和党起立的时候 民主党这一块左边呢基本上是坐着的 鼓掌也非常少 他演讲完了以后民主党的很多人转身就走了 就是说没有任何更多的热情 这个呢我觉着再次的提醒我们 美国现在是处在一种分裂的状态中 他不会因为一次的演讲就完全可以弥合了 但是他这次演讲呢的确有很大的进步 做了非常精心的一种策划 就是说要讲把大家团结起来的话 而不讲分裂的话 我们来反观他上台以后的这一个月的表现 你会发现他 我来描述他就是说有困难上 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要上 很多困难是他自己制造出来的 他语言上的困难 他和这个整个媒体的这个一个战争 完全没有必要 他在这个这次演讲中讲到了说 这些这个无聊的这个支战 我们已经给他放在后边去了 我真希望他能做到这样 因为在很多的政策上 我是支持他的 包括降税 这个减少这个对商业的管制 包括对于非法移民的这个清除 以及这个移民政策等等 实际上是在美国有相当的民意基础 但是你不要忘记了 你在美国你任何一个政策 一个观点都会有反对的声音 你不能用你那种方式去对待反对声音 你只会扩大你这个裂痕 而且使你的反对的阵营越来越大 所以昨天他应该说意识到这一点 开始呢消除这个反对阵营 对他的敌对的那种态度 慢慢地把大家能够这个融合在一起 我认为这是他做的第一次努力 但未来是不是能够做下去 一个七四岁的人了 非常自信 而且非常固执的一个人 能不能坚持做下去 我还是不是抱很大的信心 但是我希望 我希望我是错的 他能够把这个一个分裂的美国 再次融合起来 实际上他的很多政策 还是有相当的民意基础的 对 希望至少是一个好的开始 是 是 那么建立先生刚才你刚好提到了这个政策 那么一开始你也说了 在政策的层面上 其实他的基本原则没有变化 但是在传达解释自己的政策上做得更好 而且很多人说他的这个语调变得更为温和 尤其在移民政策上 那么我想可能华人社区当中 最为关心的议题之一 就是他的这个移民政策 其实昨天他在提到移民政策的时候 没有巨大的转向 但是他 据我所知他一般是很少提到的一个词 在昨天晚上首次提出来 就是叫这个merit based 就是说要按照这个 怎么翻译叫做择优制度 来决定移民的这样的一个程序 那么二位怎么看待他新提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说法 对 我觉得他在移民政策上 基本原则没有变 但是有一些细节方面的变化 这种变化的让人看到一种希望 他讲到了要和民主党合作 一定要有一个让大家都能接受的移民政策 第二点呢 他说不能看到一个家庭的这个分裂 这种状态等等 他用了很多这个比较人性化的一些词语 来描述他的这个移民政策 但是从根本上没有改变 他首先坚持 任何人到这个地方必须是合法的 对啊 而且他这次强调在经济上要能够自给自足 对 而且呢 是还有一点是什么 他在同时成立了一个机构在司法部 就是这个机构是专门来 这个对那些非法移民造成的一些伤害的人 进行帮助 或者对他的案子进行处理的这么一个机构 这就说明他对非法移民在这个国家 是非常的在意的 而且一定要清楚非法移民 这一点是主调是没有变的 可能在细节上 比如说我在留移民的时候 留一些比较这个优秀的人 对美国的经济会有帮助的 另外他也提到了一些Dreamers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 梦想保护法案的受益者 那些受益者呢 可能不会被遣送出去 这些呢就是照顾了 这个他的这个移民政策上的一些原则 同时照顾了一些人道方面的一些考虑 在人道方面的一些考虑的话 应该会得到更多人的支持 我觉得对华人的影响不会太大 叶先生你怎么看待这个择优制度 其实华人呢 从来不是一个典型的少数民族 华人跟犹太人呢 和黑人以及墨西哥裔的这种 种族方面的这种教育啊 还有他在职场方面的表现都不一样 所以择优制度实际上对华人 应该是有好处的 那么实际上择优制度 跟共和党的理念一直是很像 共和党的话呢就是有一种 比如说他认为就是说 你穷是你的事 你富也是你的事 但是民主党可能是这样认为的 叫做你穷社会对你有责任 你富的话呢你对社会有责任 这样的话呢这个两个党 其实我从来不认为 哪个党就一定是非常错乎的对 但是我倒觉得两个党 这个把握的度 就是说到底是共和党的这种理念 对这种marital base这种支持 以及民主党的这种need base 这个到底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平衡 其实从来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和正确的答案 对华人来讲的话 要是他谈到marital base的话 我将军对华人的这种利益 肯定是有好处 还剩最后一点时间 我想谈昨天川普在讲话当中 只提到了一次中国 而且不是针对中国 完全针对中国 只是说中国加入WTO了之后 美国损失6万间工厂 那么我们知道在华人社区当中 对于美国应该如何跟中国打交道 其实是有分歧的 那么你们觉得 这个说观点不同的华人社区 能够在川普的对华思路上 找到共鸣吗 那我觉得很难 因为这个中国的群体 对于这个川普 还有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的影响 是不大的 他这个昨天只提到了一次中国 正像您讲的一样 他是提到了这个贸易的时候 提到中国 说美国 这个中国加入WTO以后 美国失去了好多的工作 仍然是重复他在竞选时的主调 就是说我们的贸易赤字 不公平的贸易 和中国这样的国家 不公平的贸易 使美国受损 失去了很多的工作 所以他从昨天的演讲中 你可以知道 他非常在意 而且和美国的 和中国的贸易方面的摩擦 恐怕很难避免 而对此有影响的人 不是在美国的华人 而是在美国的资本家 自己的资本家 那么燕先生 你觉得会跟川普的 这个对华政策有共鸣吗 川普呢 他实际上一直在调整 他的对华的力度和角度 那我在爱沃期间 你多次在他竞选的现场 听到他很多很多 对华的一些 不是那么友好 或者说比较强势的语言 那么他实际上 历级总统都一样 就是说当时 从克里顿开始 到奥巴马 以及到最近的这个川普 都在对中国进行高调 这个批评的时候 在旧线之间都是最高调 后来逐渐逐渐往后退 退到了不能再退的时候 那就是昨天就剩了那么一点 所以我相信的话 他在跟中国未来的 这种实际交往中 还会退 我相信他会做出一些 表示对选民的这种 诺言的承诺 做出一些努力 这种努力的话 他也知道非常难 或者说从中国的交往 还有议会的交往 选民这种 对 我相信他就说 我做了 但没做到 不赖我 好的 谢谢两位 今天做客演播室 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谢谢您的观察和分析